一幅幅海豹觸目惊心 血淋淋指向活摘器官存在的残忍暴行 仍存在甚至扩大进行中 看完海豹展后 让我觉得还蛮难过也蛮害怕的 尤其是活摘器官现在变成是 盈利事业的买卖 让我更觉得毛骨悚然 不能因为要救活一个人 然后就把杀人变成合理化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 活摘器官的真相 不要觉得自己只是旁观者 活摘器官悲剧从未落幕 无数受害者仍在黑暗角落 哀嚎等待救援 柬埔寨的诈骗事件 那最后很多台湾的受害人 他其实也是辗转被卖到了 缅甸的KK园区被活摘器官 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警讯 他其实已经不只是我们先前所理解的 他可能是中共政权对于特定的团体 已经扩及到复制到不同的受害族群 那现在直接也把台湾人当作主宰 然后摘取台湾人的器官 反活摘之事件宣言 阐明各国应完成刑事立法 来严惩活摘器官罪行 各项的犯罪事实来做一个刑事罪化 台湾目前的进度也确实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要把这个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法 能够真正的所谓打击跟防治活摘器官 这样这么可怕的罪行 国际组织联合发出声明 支持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 呼吁全人类都因挺身而出 敬发福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